所以選手這條路也是走到現在一點 不會後悔的過程 有一點 為什麼 是不是媽媽平常 我比較想打籃球 比較想打籃球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前中華隊羽球國手 同時也是現任全民羽球發展協會理事長吳依倫 跟他的兒子子瑞來這邊跟我們聊聊天 那我們歡迎兩位 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全民羽球發展協會吳依倫 那其實有早期在關注羽球的球迷對於理事長應該不陌生 那今天職位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你算是台灣羽球比較新生在意的一個球員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今年從能人家上畢業 然後是土銀的前院選手 那你覺得能被土銀選中自己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的被全到 其實職位就是身上甲組一段時間 那雖然有一段時間 但還是公信你身上甲組 戰績怎麼樣 三敗一勝 三敗一勝 每天才有達到世界前史 世界前史 那其實蠻可惜的 等於剛上來腳腳學費就對了 那這時候就問一個比較敏感的媽媽對兒子的表現怎麼樣 剛升甲組其實 其實甲組跟乙組是完全不一樣的程度 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那很多甲組球員其實他們已經升上來很久了 那經驗也比他們好很多 對那當然是希望他可以繼續努力啦 因為乙組的時候很多遇到是差不多同年紀的選手 那實力也比較相當 那他剛上甲組其實他應該是兩勝吧 因為上市團體賽嘛 兩勝 對應該是兩勝 他輸的那幾場 像他打到楊柏涵 魯敬堯 那個現在大概世界排名都前史輸的 對然後也打到那個李哲暉 那個也都是世界排名很前面的 這是台灣比較重點在比例 對對對 都在國訓中心訓練的選手 但我覺得這也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對年輕選手來講 他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強的選手 所以能有機會達到這個程度這麼好的選手 其實對他來講也是一個進步的機會 一個學習的機會 那當然進到甲組就會希望他 一定要趕快努力跟上前輩的腳步 因為不再像他以前打青少年 可能殺兩顆球對方就接不到 他殺了看他比賽殺了十幾顆 人家連續都完全沒辦法殺死人家 對 聽完媽媽講的問題 你只會自己覺得身上甲組跟役組 最大的差別這樣 就比較沒有人會打死對方 所以有沒有真的覺得 難度提高很多這樣 然後其實移組以前打得算比較輕鬆 移組還蠻好贏的 蠻好贏的 你講這個其實口氣煩大的 那現在雖然拜多勝少 那你自己有沒有覺得這一場比賽中 自己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哪些情況 力量速度還有反應跟前場的恐球 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就是等於甲組這邊 也就是自己上了一課了對不對 對 那其實想問紫維就是 你從尊主婦爺爺爺爸爸媽媽 他們在羽球這方面的發展都非常的亮 那你自己會不會有什麼壓力 還好 所以還好不會因為說媽媽是前國手 然後爸爸是前世界冠軍 還好 還好 那看來之外你還蠻輕鬆的 也不會因為紫維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才會到現在輕鬆的心態去比賽 其實我們也不會給他太多壓力 對啊 因為我們自己是球員出身嘛 所以我們知道給太多壓力其實也沒用 當然就是只有鼓勵他 希望他自己要認真啊 自己要努力 因為其實應該說 我常常跟大家講 我說你有這麼好的條件 是我們生給你的 身材這麼好 然後對 我說這個條件是父母親生給你的 那你未來有沒有成就 有沒有成績 是要靠你自己努力 對這些我們也幫不太上 那他爸爸現在在香港交球 對也比較少回台灣 那回台灣的時候 有機會都會去陪他打 我現在是已經跟不上他的速度了 所以我沒辦法跟他打 對那爸爸的話 其實因為爸爸世界冠軍嘛 那他的技術非常好 對其實他在雙打技術上面 有很多小的技巧 有很多技巧是非常適應的 所以爸爸回來台灣的話 都會去土雲那天去陪他打 然後去給他做一些指導 沒錯就像你日常講 其實子惠爸爸就是前世界冠軍陳抗嘛 對 那子惠有沒有跟爸爸一起訓練 頻率多嗎 他有之後他回來台北的時候 他回來台北的時候 或有時候我去香港會打他的訓練 那他聽到你升甲族的消息之後 他的心情或反應是什麼 他還蠻開心的 他蠻開心的 那他知道你的成績嗎 你說要上甲族的時候 對 你知道嗎 那不意外 他不意外 不意外 總之沒有信心 他應該是要對你那個打 那他會不會看一些你的比賽的 傳托技術會 他會教我什麼打 會一起看嗎 全家一起看 沒有 比較少全家一起看 因為他們大部分球隊錄影完之後 都會跟他們討論嘛 教練會跟他們討論 對 所以我們都看 我們都自己看自己的 看完之後我會跟他講 譬如說我看完他的球賽 那我有什麼感覺 因為場外看跟他自己在場上 其實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把我看到的一些 跟他分享 他爸爸也都會看 他爸爸也會跟他講 對 所以爸爸媽媽 那天你的壓力大嗎 不會 完全不會 如果你今天突然有一天說 我不打羽球 他們可以接受我 不是喔 你現在應該可以嗎 你不要因為媽媽在旁邊 覺得你比較含氣 那我問一下理事長 如果有一天職位跟你們說 欸媽我真的不想打羽球 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你必須告訴我 你不打羽球 你要做什麼事 因為他幾乎從小到大 都在球場長大嘛 沒錯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一路一直打到這邊 那說實在其實 那時候我們一直鼓勵他 就是你書要繼續念 你不能放棄課業 以後因為打球 運動員生命很有限嘛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不管打球的 還是什麼樣的運動 都一樣 就是不可以放棄學業 但是他自己就 可能比較 大部分的重心 都放在練球上面 對 那輸也沒有 沒有認真讀 對 所以我說你如果不打球 你要告訴我 你可以做什麼事 畢竟你以後 要養活你自己 沒錯 既然媽媽講到這裡 那其實想問紫瑞 你是因為家庭的背景 你才接觸羽球嗎 還是你真的從小時候 就喜歡羽球 小時候是滿喜歡的 真心喜歡羽球 所以才開始 對 那有沒有其他一些運動項目 是你也滿喜歡的 籃球 籃球 可是我不會打 對你會去 他很喜歡看 他很喜歡看籃球賽 對 大過於看羽球賽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 媽媽也不建議 不建議啊 其實喜歡運動都是好事啊 是什麼契機讓你決定 就是也好啊 那就打球 他成績都滿好的 所以選手這條路也是走到現在 也歸後了 有一點點 為什麼 是不是媽媽平常 我不要想打籃球 不要想打籃球 他說打羽球獎金太少 他賺不到錢 沒有 打籃球更好玩 打籃球更好玩 可是其實像 比較多人關注來就好 土一耶 把你當成一個明日之星來看待 那除了爸媽的背景之外 土一這樣會不會給你家人 是還好 所以你是可以這麼吸收壓力的 還好啊 因為滿多人的 還好 你說他可能就講說 好幾個人都有這個典分就對了 對 那只會現在幾歲 18歲 18歲 那媽媽覺得只會在現在 當選手這個心態算成熟 其實我覺得他打球的抗壓性還不錯 對 那 成不成熟 我覺得技術上面一定是還要 只要在家裡 對 那他其實 我覺得他也不是很容易緊張成這種選擇 就是 遇到強的 或是遇到弱的 他自己 心理狀態其實都還不錯 對 只有那個移組要升甲組 很關鍵的那幾場 他自己有稍微緊張了一下 緊張一下 我們就比一下鬼人好 每場真的有比較緊張 就是升甲前一場 升甲前一場比較好 那那場成績怎麼樣 三局 三局 三局是取兩勝 三戰兩勝 三戰兩勝 然後打到滿 一三局這樣 對 分數接近 一三局還好 前輩兩局接近 所以你是覺得那場比賽對手真的不錯 還是接爆一下 那場原來是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OK 其實感覺 紫衛現在那個 雖然才18歲 但是你在比賽的形態上面 是滿成熟的吧 那接下來想問一下 紫衛自己未來有沒有所謂 好 奧運是2028嗎 2028然後就是代表中華隊出賽這樣 所以媽媽在這方面會不會給他一些介入 因為你以前也是我們中華隊的名手 對 但是我沒有打過奧運 當然是希望他可以有機會參加奧運 因為他爸爸也參加奧運 那爸爸很可惜 他爸爸世界很多比賽都拿過冠軍 就唯一奧運也沒有拿到 了解 所以紫衛現在還沒有國際賽的經驗 有 有國際賽的經驗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難打 聽你一般來的 你說就是其實他們很打 就都不好打 那成績怎麼樣 就是國際賽 有好有會 有好有會 那這方面媽媽要給他一些介入 就是對付一些國際的選擇 其實也是可以他是不是建議啦 因為基本上教練都會去看嘛 那當然是對到這些選手 因為在台灣沒有不能碰到這些 今天不可以當面的選手 對這也是一個 他其實從紫衛今天跟我們談吐下一次 他其實是對自己蠻有想法的一個年輕選手 那也希望未來的紫衛的一個 羽球之路可以越來越順 然後達成自己的目標 那也希望李治長可以繼續 幫我們台灣推廣補球這條路 那今天很謝謝兩位 道歉給我們 讓大家認識這位 可能是台灣未來之心的紫衛 好不好 一般的話 紫衛現在18歲 他身高也不錯 長得不算 紫衛現在有什麼 我現在沒有 你沒有 是因為媽媽的關係嗎 不是 是剛好比較專心在練球嘛 對 那現在紫衛如果有交女朋友的話 媽媽會接 他有交過啊 其實我還蠻開放的啦 那交這段時間有影響成績嗎 應該是沒有 交的時候剩下去 那我們跟著趕快 待會兒 我跟紫衛留一下他的一個社群媒體 然後我們可以在下面好不好 紫衛是不是長得高 長得又蠻帥的好不好 那題外話今天就很謝謝兩位 那今天的節目也差不多要告一個段落 那希望未來兩位可以繼續為台灣的羽球有更好的發展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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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